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紫杯心法语》 《紫杯心法语》 如果学了几年佛 却都在稀里糊涂中吐火 得不到收获 还怨天尤人 抱怨上十三宝不给家吃 在智者看来 则是自己没有如理如法修行 不按佛法所要求的方法去努力 甚至对上十三宝的皈依心 与信心都未得坚定 这便是自己欺骗自己的结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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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菩萨 神说 世间最悲哀的 莫过于自己损害自己 虽然一般人以为 只有别人才会损害我 但正是因为 自己生不起真正的处理心 菩提心 即无法护持境界之固 才从无始至今 一直流转于轮回中 受尽了无量痛苦的折磨 如此看来 损害自己的 难道不正视自己吗 如果能反省自己 找出缺点恶习 并勇于自我否定 自我改造 则自心逐渐沉静 而感受到佛陀 菩萨们大清净 大光明的聚会境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反观 现在很多佛弟子 没有强烈的处理心 和受持亲近戒律的基础 虽然看了不少书 医治许多上识善知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在修正方面 甚至连些许功德也没有升起 这并不是佛法没有加持力 而是他们尚未在佛法的道路上 迈出过一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今 明白了教理 若还不想升起处理心 精进羞耻 这样在诸佛菩萨眼中 无疑是最可怜的人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升起处理心的方法 首先了解处理心是依靠什么方法产生的 宗科法大师在《三主要道论》中说 侠满难得受无常 休息能处死时欲 业果不需轮回苦 思维能处后时欲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修行人 真正想要遣除 对轮回的贪执 就要修三称共同的四个加行 吉 一 侠满难得 二 寿命无常 三 因果不需 四 轮回痛苦 烟灯 能经常修持这四个加行 自然就升起对轮回的强烈厌力心 进而对解脱升起猛力的希求心 也唯有如此 修法的功德才会很快显现 无名的种子即喜气会很快清净 就好像十方祝福 都在为他一人加持一样 要高度重视这四个加行 切莫以为是无关紧要 而加以格制 否则就难以升起处理心 以强烈的处理心来守持戒律 这是佛法的根本学处 否则连三称佛法的相似功德 都无法升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所以称共同前行 是因为无论小大称 显宗密称都共同以此为基础 只有修好共同前行 才能修好不共加行 修好不共加行后 才能进入修持正行的阶段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一定要多观察 多思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样有极大的帮助 也许有人会疑惑 这种基础修法 怎能对这么高森了异的大圆满修法 产生帮助 产生帮助 缘起力确实是不可思议的 凡如礼修行过的人 对此都会产生很深的体会 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共同外前行 在藏地各个教派都极为强调 如 格鲁派的菩提道次第广论 嘎举派的解脱庄严保论 撒家派的盗火前行 宁马派的龙亲心髓前行等论点 都对共同外前行的系统论述 并有具体的修法衣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处理心生起之料 具体处理心生起的量是怎样的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宗客八大师 在《三主要道论》中 确定出离心生起之量时说 修已于轮回盛世 不生刹那之希望 昼夜为求解脱心 起时世神出离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代的众生 现代的众生 烦恼日益深重 贪欲迅速增长 故法王如意宝的胜利道格中 提及出离心生起之量时说 于诸轮回盛世负 不起羡慕之情念 感谢热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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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华护身协会广妖宁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 让无数刀口余生及遭受遗弃伤害的动物们 皆能在八届护身园区里获得重生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更成就救护身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画博帐号42138483 42138483 护名中华护身协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生命里面最大的快乐之在 就像各位讲 真心的相信 观想 真实的不失 自力 踏力 法力都成就 这就是生命最圆满的状态 保持在佛性 菩提心的状态 所以各位要经常这样来修遗鬼 念佛诵经持重 那个时候你的生命就产生不可思议的影响力 你在那边念 家里就有一尊佛了 这个力量 就像 摄力佛 双脚结家福坐的时候 哇 那个发光了 所以魔都没办法干扰他 纵鬼到一拜他就升天了 所以我们佛教要我们天天如此 常常如此 一辈子如此 那就不断的这样认真的 悲心的 来念经 诵 持咒 观修遗鬼 真实的去布施 这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最圆满的状态里面 世间所有欲望的快乐 现在说给你做一百个皇帝 那个都不重要 我正在修遗鬼 我正在修行 如果叫我做皇帝能够帮助佛教 那还勉强 那是菩萨 很苦的 所以这个世间没什么快乐的 但是唯有利益众生 但是为了利益众生要保持圆满的心态 这叫什么 来 你也讲 心如佛陀 身如乞丐 我们要保持这个状态 内心里面保持菩提心 外表做乞丐 做皇帝 对你来讲无恶分别 做男人下地狱 反正虚幻一场 救苦救难 但是永远心如佛陀 心在极乐 爱撒众生 各位要保持这个状态 千万不要烦恼 不要烦恼 五分钟以后给你砍头 没关系 五分钟让我好好修行 砍头再说 那个时候不可思议 就像玄奘法师要被火烧掉了 那个时候祈求那些强盗说 你们让我几分钟 我是个出家人 等我念完经再死也来得及 这个时候他不烦恼 一心的诵心经 哎呀不可思议变化 土匪都跑掉了 所以各位一个人念佛诵经持咒 有力量吗 各个都可以 灯不管你是什么材质 点燃的就是菩提心灯 就是佛灯 就会发光了 重点是你要持续的抱持 所以大家要改头换面了 不要再懒惰了 不要再批评了 不要再嫉妒了 不要再怀恨了 不要再坚贪不布施了 不要再啰哩巴说了 因为赶快利益众生 把自己马上变成佛 不是佛的一种骄傲 还是佛的悲心 为什么要变成佛 因为要普度众生 所以意念的众生苦 把别人的苦跟自己连在一起 那种切身的痛苦 要有这种切身的痛苦的感受的悲心 这样来念佛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不是开玩笑 帮助地狱 恶鬼 孤魂 那些动物 亡灵 可怜的 生病的 哇 这全全都 你现在是主治医生 所有的痛苦都在靠你了 所以你还不得不谨慎 不得不认真地祈求三宝加持 让我能够来要求